第十一場世界冠軍衛冕戰 那麼現在又要開始的十一場世界冠軍衛冕戰 這就是昆倫軍木蘭傳奇女子世界冠軍挑戰賽 現役的昆倫爵冠軍將接受一位中國選手的挑戰 有請藍方選手現役冠軍衛冕冠軍來自密魯德的子彈 シェフチェンコ・ヴァレンチナ 有請 昆倫爵 木蘭傳奇冠軍衛冕戰 首先出場的是 2014年 昆倫爵 木蘭傳奇初代王者 來自密魯德 シェフチェンコ・ヴァレンチナ 年齡26歲 身長1米70 職業戰績 取得4勝6負 22次KO對手 2014年 昆倫爵 木蘭傳奇冠軍 WMC 泰拳女子世界冠軍衛冠軍 IUKE世界冠軍 WIPA世界冠軍 WKF職業 MMA世界冠軍 WMC世界冠軍 WKC世界冠軍 WKC世界冠軍 中青哥 瓦倫爵 這是現役的世界冠軍 這是現役的科倫爵世界冠軍 金腰帶在瓦倫爵的手裡 今晚要向她發起挑戰的是 中國的一位女將 中國的女子散打冠軍 王聰 現在來自大連的東美女孩 王聰上場了 王聰今年23歲 身高1米72 取得過15勝2負 3次KO對手 2013年獲得過全國冠軍戰隊冠軍 並且在2014年獲得了世界杯的冠軍 同時去年還獲得了 韓國任川亞運會的 反打冠軍 目前是吉林隊的現役隊員 我們看一下雙方的資料對比 尚普琴科 瓦倫爵娜26歲 王聰23歲 身高方面雙方都是1米70 在職業戰績方面 尚普琴科 瓦倫爵有著更多的打賽經驗 王聰明 浪方選手來自秘魯 今年26歲 身高1米70 職業戰績74勝 22次擊到對手 WMC 現役世界冠軍 INKA WIBA WKF WKC 還有昆倫爵 幾大國際組織的現役世界女子冠軍 五歲練習泰拳道 到如今 在綜合格鬥 自由波擊 泰拳 拳擊 所有領域 都取得過世界冠軍的頭銜 本身是出過世界冠軍 主角 Wonder Obi-WG MG C 霸主角 出過世界冠軍 红方选手今年23岁 身高1米70 职业战机15胜 三次KO对手 全国三大冠军赛冠军 世界三大级标赛冠军 中国征服 女子中量级年度总冠军 世界杯冠军 人川亚远会三大冠军 王聪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 联合打造大型综合格斗节目 昆仑爵长头战的比赛现场 下面进行的是60公斤 及昆仑爵木兰传奇的冠军未免战 红方选手是来自中国的王聪 蓝方选手是来自秘鲁的 舍负琴哥瓦伦蒂娜 比赛马上开始 我是现场解说 中收陈佩 我是观众爵宋一杰 我是观众爵乔伯 好 比赛开始 这两位都是世界级的冠军 那个红方 那个王聪 是现役的这个 世界三大级标赛冠军赛的 这个60公斤级的冠军 而他的对手呢 获得过七条金腰带 是的 而且去年木兰传奇比赛当中呢 一碗联克三位世界顶尖女将获得了冠军 而且因为看过这个亚伦蒂娜的比赛 我觉得无人能撼动他 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看看今天王聪的表现 王聪打法呢 还是非常具有散打特点的 赛前呢 我和王聪也在聊天 我们说你对这个冠军 你才看过他的录像吗 因为这个 王聪娜呢 移动速度很快 说我们说的 南美娇娃 他实际上有舞蹈的天赋 他不仅能打自由 不仅能打拳击 他这个舞蹈跳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刚才出场 你看他的舞蹈就知道 他的步伐的灵活性 不过协调性都很好 对 那么你碰到这种选手的时候 你看怎么样 好 角色边拳 到目前为止呢 王聪娜还没有说是主动的出招 一直呢 看到王聪在不停地使用 各种的侧踹腿 还有前面腿的散打技术 因为毕竟是中国的散打冠军 瓦伦琳娜还是相对第一局比较谨慎 我看 是的 但瓦伦琳娜是终分能力的非常 几乎各种技术我觉得都很坚实 双方啊 非常的激烈啊 差点摔出了雷台 刚才是瓦伦琳娜的一个转身 后蹬腿 王聪加油 王聪可以考虑这个经常使用一下直线的这个侧踹子类的 这是中国三大变动身 我们看到瓦伦琳娜的前腿 就是他的右腿呢 已经被外侧踢的有些紫红 但是这个开局我们谁没想到 因为作为一个卫冕者 是吧 面对王聪 因为王聪打这种最后一打投手 因为他就打这种三打 所以这已经有三年来他第一次打这种带雷绳的比赛 那么以前打过 那时候我们看到他拳法比较好 但是今天因为三年后的王聪和三年前是不一样 他在拳法好的基础上加强了他的这个比赛的经验的功夫 因为他比赛的世界杯的冠军 他比过境上要充分很多 所以他作为挑战者今天面对世界冠军来说 他的打法更加的主动 是的 刚刚呢几个队伍呢每一次打入 王聪对于瓦伦琳娜的后手拳还是有防范的 他每次打入的时候呢 头部会主动的进行下潜 已经大概三次的时候呢 这个瓦伦琳娜的后手拳打空 王聪应该他的步法更方便都还是 反变拳也有结结实实的 今天我们谁也没想到瓦伦琳娜会采用这种战术 我想他要打对攻拼拳的 这一次反倒是瓦伦琳娜才采取这种阵地战 瓦伦琳娜是反架 因为瓦伦琳娜从来没有看过过这个王聪的比赛的比赛 好 第一局比赛结束 在第一局当中的双方还是试探的比较多 而且瓦伦琳娜更是不轻易出招 但这个中国散打选手如果打自由国际比赛啊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需要这个就是这个适应的 就是他不是简单地打中就能得点 是的 必须是中级才有可能真的得分 现在你看王聪在从这个瓦伦琳娜的比赛里面 他就快速快速 现在他不给这个瓦伦琳娜很有效地出拳的距离 所以瓦伦琳娜到现在为止不敢轻易地出拳 是的 在第一回合当中呢 双方都是非常紧张的 而瓦伦琳娜呢 反倒是有一次的这个转身 后边拳是打到了王聪 我们场上裁判这个 来自韩国裁判告诫双方应该在后面的比赛里面 要减少这种搂抱 如果你再搂 我要掏牌了 是的 今天啊 困难觉得查试战的比赛之前的比赛 确实也有过几次掏牌的这种情况 我们看看王聪从这个瓦伦琳娜的第二回的比赛 这毕竟是王聪要向世界冠军发去挑战 因为他的师姐厄美迪在达州战略比赛里面 获得了莫迪传奇52公斤就已经要在 到第二回合开始呢 我们是仿佛看到了我们印象中的瓦伦琳娜 变得是更加的主动 这圈打空了 这是比赛有点意外 現在瓦蘭蒂娜的裸包有點多 對 這個告訴大家 不要再裸再裸 我要給你套牌了 我們誰也沒想到 瓦蘭蒂娜在通這個王聰比賽裡面 能採用這種太保守的 對 因為他今天面臨的 這是一個獲得過世界錦標賽 世界盃的三打冠軍 王聰 今天王聰要向他師姐學習 向厄美帝學習 因為他獲得孟長年52的金腰帶 他說我今天非常渴望 這60公斤就是頂到的 剛才在禪暴當中 瓦蘭蒂娜有一個襲擊 是頂到了王聰 好像造成了一些影響 一個跳拳 比較超人拳 到這個比賽進行到這個時候 我們也很難 要黃盤 黃盤的 這樣扣出一分 扣出一分 是吧 到這個時候我們也很難判斷 是不是瓦蘭蒂娜是故意用這種戰術 但是呢這個代價是一個黃盤 這個韓國裁判相對執法是較嚴的 是的 別看你是這個世界冠軍 是吧 獲得過七套金腰帶 對不起 你這裸包國座 但是今天王聰確實表現得比較積極 他作為一個挑戰者 他是一直在很主動 是的 你看他在主動這樣對方 這就很好 對 然後那個裁判說要給他推開 但是瓦蘭蒂娜就貼得這樣推不開 就推不開 打打不開 你看像一個我說 就說壁環貼在你身上 這個時候呢非常 這個時候實際上可以是用吸的呀 這個 是的 對貼身的時候可以用吸 但是那個他練三打 他沒練過吸法 對 知道嗎 他就沒練過吸法 對所以真貼身了不知道怎麼 你看他又是一樣 對 又一個下拳 然後踢你身上 你知道為什麼這場比賽 我真的沒有想到瓦蘭蒂會踩中這種戰術 對 真的沒有想到 我覺得瓦蘭蒂他今天狀態不是太好 你看很明顯 你看又貼在身上 你看又摟包 而且 而且不出拳了 而且沒有動作 這個有點意外 是的 我覺得是不是也有可能他有一些傷在身 對 不是有一些的顧忌 重拳打到 好這個重拳打到了 這個跳就重拳打到了 對 非常漂亮 好第二局比賽就是 瓦蘭蒂娜剛才有一個挑釁的動作 這是一個小動作 這是一個小挑釁動作 但從第二回合比賽來說 王聰贏著了 王聰贏著了 第二局比賽王聰贏著的 對 這場比賽確實像宋老師提到的 瓦琪和瓦蘭蒂娜的表現 確實也是出我們的意料 並沒有讓我們看到之前 木蘭傳奇去年比賽當中的瓦蘭蒂娜 對 王聰這場比賽呢 是沿用了非常具有散打特點的打法 大開大和快軍快出 不知道是不是瓦蘭蒂娜 對這種打法的不適應 還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從這點也說明我們 很多的中國散打運動 它具備了非常好的條件 是的 因為他們很多的 這些女子運動員 有男人陪練陪練 他們只是沒有走出國門 到世界的內排當中是展示自己 是這樣的 今天你來了 對不起 讓你看看中國散打的魅力 我們看王聰能不能把這種優勢 在第三局繼續擴大 看看長裁判告訴他這個 你不要貼人不要貼人 王聰今天這種打法實際上還是很不錯的 對對對對對 就看第三回合了 現在這個瓦蘭蒂娜也肯定要拼了 但王聰的速度很快 他的拳法的速度實際上是比較快的 第三回合確實瓦蘭蒂娜是 表現的 哦 打得很漂亮 哦 轉身邊線 哦 轉身邊線 轉身邊線 雙方對攻 采法對攻 王聰今天打得真好 他就是快進快速點心的三打打 那個一種打法 現在你看他就是巨蛋控制 現在王聰不敢出動作 因為他那個王聰的鞭腿的殺傷力是很強的 告別他上頭 正正腿 王聰我覺得打得比三打的快進快速還好 他這場比賽他是 就是快進但是出得少還一直往前壓 是的 對 這個打得很好 這個距離感真好 好 這是個接腿摔 對 中國式接腿摔 對 這接腿一個掃機動作 對 就說明一點 這個瓦蘭蒂娜技術還是很全面的 技術非常全面的 只是今天沒有打出來 他畢竟獲得過七條七條 但你想想 對不對 而且在不同的集結當中 對 不同的組織當中獲得的 在第三個回合 對 瓦蘭蒂娜是找回了自己的節奏 對 王聰今天絲毫也沒有鬆懈 他是越打 對 越聰明王聰 這個瓦蘭蒂娜還真不太好打 因為王聰的步伐很靈活 技術也很全面 做為一個挑戰者 今天王聰把自己的 這種敢打敢拼 包括閃打這種快捷快捉 直線推法包括的拳法都打出來了 對 而今天這個瓦蘭蒂娜打得過於保守 過於保守 過於保守 基本上看不到主動進攻 對 那個差點上走好像有點問題 差點上走 你太先打過太拳 這個用走了 這個有問題 對 這個現在那個練三打 這一般說拉開 再說開始 而這個自由波進 畢竟他三年沒有打過了 在這個比賽裡面 裁判是不喊說 開始 才能打 你推開就可以打 現在有點 這個王子在這上不適應 好 剛好轉身 後腿 轉身後腿 轉身後腿 你看這是剛才是用 這是得進 這是不允許 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這是違規的 這是違規的 完了Tina有小動作 打擊了 打擊了 因為他沒有更多的破解的辦法 你看 更多破解的辦法 你看看 是不是 第三回合所剩時間不多 對 自由波進是只能用吸 但是不能用走 絕對不允許用走的 對 因為這馬蘭蒂塔 既打過自由波進 泰拳 包括 你看又轉身走就差了 而且打過直接拳擊 對 所以他的技法很全面 對 比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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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 打分結果吧 因為確實雙方啊 你來我往 但是從場面來看 王聰確實更加的機主動 特別是前兩個回合 前兩個回合 而且在第二回合裡邊 還給他一個那個誰一個警告 扣了一分 是的 扣了一分 這一分很致命的 是的 是的 在三球的打敗如果有這一分 那麼那個誰王聰就挑戰成功 看一下半鏡頭的回放 所以我們就通過今天這場比賽 也看到中國女子頂尖的高手技術運動員 在和世界高手技術運動員的比拼當中 所展示出了這種敢打敢拼的這種 鬥對勇 是的 而且是在遭遇戰章中呢 敢於使用自己所擅長的技術體系 散打的技術體系 對 我相信這個中國的這個女子散打運動員 經過這樣自由波及和職業比賽的 這個訓練 很快應該站在世界的高峰 對 是這樣 你看52公斤那個美蝶 這60公斤 他倆是那個同出一個老師一個教練 那個跳過有的要門下 是吧 一個是60公斤級 一個52公斤級的 52公斤級那個 波蘭川基的金鑰帶被俄美蝶拿走了 來自接近隊 這就是一個60公斤級的 來聽一下最後的判定 三條比賽結果如下 1號猜判 30比27 2號猜判 30比27 3號猜判 29比28 選手1 30-27 選手2 30-27 選手3 29-28 選手2 再次 prev 比賽之後 王聚挑戰樹 獲得了關兄弟的這個笅搭 王聚獲得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當之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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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通過三皮的比賽來說 昆仑女巷 Superman 第一次登附这个昆仑军就获得了金腰带 这下好了 吉林队获得了52公斤级的金腰带 包括60公斤金腰带全队吉林队收入囊中了 两超金腰带 同时也证明这个王松不仅在散打这个金腰带世界杯获得雅团带 不行我们中国的首手获得了特洛权 只是木兰传奇的新一代冠军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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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